我并没有 你还数着别人 你说多危险啊 这还好是熟人啊 这要不是熟人 你说你喝醉了 跑里边 进来一个人 把你怎么样了 你也不知道 你还好是别人呢 你还好是碰见他了 他以前不是这样 他从来不怕大农庄出门 后来有一次 他让我给他送东西上去 我发现他乱走走的 暂地全是烟头 还有酒瓶子 你就是一卖会送货 你就是一小卖会 给你钱口东西 你就走又完事了 我家乱哥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 但是你每次回家那么晚 你以前从来不这样 跟踪我 人家是为你好 有谁是在闹带夜还看我 因为就是之前那件事情 你家门都没有关 所以如果你不回来 或者说你家不熄灯 我不会睡觉的 我真的是担心你才这么做的 你什么时候喜欢他 刚搬过来的时候 我看到第一眼的时候 我就喜欢上他 我感觉应该算是一见钟情吧 但是你知道他有男朋友 所以你隐忍了三年 对 他有男朋友 我知道他有男朋友之后 我从来没去多想什么 只能默默地祝福他们 这就是人情感的奇妙之说 想爱的人不爱我 我不爱的人爱着我 对吧 你在桥上看风景 他在桥下看你 杜老师 因为 我是来见我男朋友的 我是想向我男朋友告白 我不是来听他讲这些的 好 你谢谢你喜欢我 行吗 谢谢你关心我 以后不用了 行了 谢谢 给我插一嘴 今天就是你 你请他来的 因为你往那个 电话号码里头 那谁都会见他发的 那是他呀 你请他来的 你礼貌点好 对于一个这么久以来 默默关注着自己 在遇到危险潜伏的时候 甚至救过你的这样的一个人 即便你可以不接受他的爱情 但是作为一个邻居 能够这样出手相助 不应该说一声谢谢吗 但是为什么还要冒充 冒充我男朋友给我发短信 我问他 我说你是不是有男朋友 他根本就没回我 他别说我把男朋友当成男朋友 他都不回我 人家没说事啊 其实我这次来 我有一定心理准备 我希望他就给我几分钟就行 我不会这样花太多时间的 如果他就是不喜欢我的话 说完之后我就可以走 可以吗 那站在你的位置 站在你的位置 接下来是李泽平的告白时间 那是你知道吗 见你第一面的时候 其实我就喜欢上你了 我喜欢你那种 特别幽默 笑起来特别甜甜的感觉 可是之后我发现你变了 跟你前面不一样了 开始往脸上涂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穿得那么少 还抽烟喝酒 你的父母怎么办 你因为一个男人就这么 做了自己吗 就算 往里面分开了 其实我其实也可以关心你 我知道我没有资格 或者说没有立场去关心你 但是你每次在我这买酒的时候 真的很担心你 我不知道我以什么方式来担心你 所以说我只能想到跟你去发担心 我并没有说想冒兴你的男朋友什么的 今天你可能会拒绝我 难道你拒绝我 我就像你一样堕落吗 到处抽烟喝酒 我就说这么多 我希望你能 希望你能接受我 就算你不接受我 我也希望你过得好好的 好吗 谢谢天能来 对不起 我希望你会拒绝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第二道门打开 她还没来 你怎么办 没来就没来吧 还找吗 想继续寻找她 因为我真的 那是找不到呢 以后你每天还会经过小麦夫楼下 你还会去李泽品单买东西吗 会 会 我拜托你一点 如果你找不到王迪 你也不要接受李泽品 那是害了他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四三二一 请按键 我好想你 我真的对不起 我不知道 跟你分开以后你会 这么糟蹋自己 我这么糟蹋自己 我都是因为谁啊 你一直追不起就完了 你只要你走有我家里东西我都没动过 你衣服你压高压刷全都在这儿白的我都没动过 我就希望你能回来 给我等等你也不回来 那你知道我说 看你好像很多事情欲言又迟嘛 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主持人你好 我是黄迪 是杨纯的前男友 你的离开原因是如杨纯所说的喜欢上了别的女人吗 为什么要骗子 因为关于家里头的事 确实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说我必须要跟娘这尊感 家里怎么了 比如果全破产了 我不想拖累你 那今天干嘛又来呢 我想过来把话跟他说清楚 然后让他以后不要 不要再这么整个次了 行 你们两次跟说 我们也比得好说的 跟你在平比起来 你还真不像个男人 来来来 站这儿 杨纯站那儿 是个半年的一次告白 好吧 接下来是杨纯和王迪 互相的告白 我就当初 如果不骗你的话 单纯地告诉你 我们家破产了 然后你会离开我吗 不会 因为我想让你离开我 你为什么想让我离开你 我不想让你跟着我吃苦 现在完全已经 家里头你已经不知道什么样了 原来房子车都没了 知道吗 我不怕吃苦 你不怕我怕 知道吗 我怕你跟着我吃苦 是以前咱俩在一块挺开心 挺高兴的 待会儿 你上下班我接你送你 你想去哪儿玩 咱立马就去了 什么都不用想 买张机票 咱拎着行李就走 你想穿什么衣服 你想买什么牌子 咱们立马就买了 现在不是那样了 现在的情况下就是 我每天睁眼 就是工作 挣钱 然后还所有的债务 那你觉得我现在过的生活 就是你 你想要我过的吗 就是你觉得你离开的时候 我现在过过成现在这个样 你觉得就就好了吗 就可以了吗 你离开就对了吗 我以为我和你分手以后 你能过一段时间 能把我忘了 然后去找一个比我好的 好好的过一下 姐 我不知道你现在 你变成这样了 你知道吗 不要这样了就不行 你每天抽烟喝酒 你觉得舒服吗 我不想着就是说以后了 就因为这种日子越来越苦 或者是怎么样的 你再给我到时候 感情上出现什么问题 那时候不就两个人都完了吗 你到时候也不漂亮了 也不年轻了 你到时候走 你找谁去 谁照顾你 我有你能怎么办 以后别这样了 行不行 好好的过吧 别一直 就是在我这棵树上吊死了 好好的找工作 然后找一个更好的 然后爸爸忘了吧 行吗 好好把动吧 对不起 别哭了 你们别哭了 你们别哭了 别哭了 我怎么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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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相信你不行 好了我不相信你不爱我 我原来你一直说 我原来你不行 我用你不行 你 Tex 这三天 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必须在一起 我原来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